大家好,今天做一道凉薯炒瘦肉 食材有凉薯,红萝卜,猪肋,大蒜 凉薯洗干净,凉薯和红萝卜弃皮 然后切片,再切丝 猪肋切丝,大蒜切片 好,加点淀粉 加点生抽 加点香油 好,搅拌 锅里加点适量的油 把这个肉搅拌下去 好,搅拌两三秒钟 然后倒一点热块水 这样炒出来的肉肉就很脆 好,水上来了 好,锅里面加点油 把这个大蒜炒香一点 好吃,蒜香味来 然后把这个凉薯红萝卜 翻炒 好,然后加点适量的盐 好,把这个炒香的瘦肉倒下去 点炒一下 这个鸡尖就不放了 本来这个凉薯度是很减的 就不要放一点了 好,马上吃光 一道美味的凉薯炒瘦肉就做好了 这道菜做法很简单 吃起来很甜脆的口感哦 朋友们 赶紧动手试试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